現在綠營的部分 還有幾個僅存的良心啊 像你剛剛講到石正峰啊 游盈隆啊 就還有一些有良心的人 會願意出來做批判 那桃園市長我第一個念頭就是 選上了以後 下場就跟韓國瑜一樣嘛 對不對 接下來中央不給你資源 每天惡整你 網軍獵殺你 梗圖嘲笑你 對不對 然後到時候就說我什麼 這個喝酒啊 打瞌睡啊 遲到啊 然後要不然又是腦袋空空啊 什麼都不懂啊 然後 打麻將啊 很快的就發動 還對 就發動這個網軍 獵殺你的人格 最後呢 罷免你 這罷免的票數是真是假 也不知道 所以我說我去選擇桃園市長 我當上了下場 就是一年後變韓國瑜 今天要改革臺灣的 不是去當一個地方母官 或者是去做一個什麼 要做一個全面性 改造臺灣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才有意義啊 那各位不覺得 許甫做的事就是這樣的事嗎 我做的事 現在在做的事 不也就這樣的事嗎 對不對 我們不加入幫派 我們也不去為什麼單獨的 這個也不用為無等米折腰 然後就說我們該說的 揭發真相 我覺得這不是挺好的嗎 所以 我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特別 尤盈隆老師講到一段 很重要的 忘記講了 他寫 彭文正很牛 無庸置疑 蔡英文及身邊的人 遇到這樣的對手 是性還是不性上人斷言 但我知道他是一個優秀 特立獨行 骁勇善戰 他是好人 而且是一個堅毅不拔的人 不應該這樣被糟蹋 這一段 尤盈隆老師講 很重要的話 我還是剛剛忘記要提出來了 當然我當然知道 我聽不太清楚 我聽不太清楚 可以再講一遍嗎 哎沒有 你回去再點 如果我們開箱 你就可以看到 多點幾次你就多聽幾次好不好 觀眾朋友聽不清楚 都可以回去點 幫我們增加一下點擊力 來這一招 我也幫你查了啦 就是聽說你想要選 台北監獄的點獄長是不是 是的 這位置不用選 我最想當台北監獄的點獄長 但是記得哦 是不用住宿舍的那個 那我就可以想當台北監獄ras 我自己想當台北監獄了 必須 拜承 拜承 感谢观看